我这人吧咱说生理上没病 有这个男女方面的需求 不知道能满足我 满足不了 反正正大岁数的啊 也咱们都不介意说这个 不像有那些人传说的 我的天啊 老头你要点脸行不 都六十来岁了 咋天天想着夫妻生活呢 人家都说精虫上脑是年轻人的事 你都吐埋脖子了 那精虫咋会上脑呢 私下理问就得了 还非要在摄影机前问 咋的 是你脸黑不怕丢人啊 咱大妈可不像你这么不要脸 你说你个子不到一米六 不要脸的本是堪比天际 得了 兄弟们搬好凳子 咱来批判一下这老头 你好 今天电台原来不管红娘甜点 不要脸的老里头 六十四岁离异退休金两千九百元 兄弟们都认真看好老头的简历 是不是不要脸 为了这次相亲早早的 就把房子过到了闺女名下 生怕以后离婚 别人惦记她的房子 真是麻风的我 吸眼多 老头这次来相亲的原则就是 用最少的钱讨到媳妇 你瞅瞅衣服 穿的都是脏衣服 就是想表明自己家里穷 用老头的话来说 看上我了就不会在意我穿的衣服 你觉得今天相亲啥的 没换过医生的咱 咱没换过医生的 我今天那时候是虚假的那一套 我就没有 咋虚假的 平时啥样我就啥样 啊 平时啥样就啥样 不如特意答吧 对对对 哎妈呀 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心了 穷就是穷 还非要说不玩虚假那一套 得了吧 瞎话都不会编 就你这买买太太的 哪个娘外能相中你 但是别慌 这还不是老头最大的缺点 老头最大的缺点是身高 你看看跟红娘站在一起 还没红娘高 小道消息说 这老头还不到一米六 四倍 嗯 就比方说你 你得那个 把你都弄好 你弄好 女人都不跟你搞得像 跟别人搞得像 不跟你搞得像 哎妈呀 老头你想啥呢 两句话不离谈恋爱 看样子你是大小喜欢 祸害人家小女生啊 你自己哎 怪的了谁呢 话说这老头矮的是在十里八寸 都出了名 这一出名就坏了 彻底没人跟他谈恋爱了 于是老头那脑袋瓜子一亮 非要见走偏锋 找个眼神 不好使的老伴不就行了 于是就找了一个高度近视的老伴 在我们家那块儿也有个小众 本来我就行事啊 我这老不知道对象多磕 所以说我们中学给我介绍这个 就我这个前期一下 他是啥那高度近视眼的 他是高度近视 他是高度近视 所以说我也我也没 我说有个眼就行了 就正的 他高度近视就是影响正常生活吗 太影响了 老百姓说就是二生眼 啊那啥意思呀 二生眼 就是半瞎不瞎 来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 啥叫高度近视中的二层眼 就是不戴眼镜五米开外雌雄莫变 十米开外人处不分 就是近视到这种情况 但是没有感情的俩人结婚 迟早会出事 在一起没多长时间 俩人是见面就嫌弃对方 咋看对方咋看不上眼 时间长的前期也是对老头爱搭不理 可是万万没想到 前期仗的身高优势 心情不好那是拳打脚踢 可怜大爷较小的身躯 扛不住前期的棍棒刀皮 就正常夫妻生活 一没有了 矛盾就越来越多 跟我不断结婚信红我不知道 才说最常是两口 我说正常世界来的 主播就是这个正常要求 是不是 说想过夫妻生活 对对对 他说啥呢 滚开开 人家这个死呀 这晚上才说是不是 你再说呀 打过你就过来就 你打不过人的 打不过 打不过的呢 咱一个打不过爷们人 我想了一样 想了一样 老头说了 没有夫妻生活 怎能拳住一个男人 挨打受气 为了孩子都能忍 但是没有夫妻生活 是受不了 最后俩人选择了离婚 但这不是最生气的 最生气的是 人家俩人离婚不离家 现在前妻还在家里住着 我就说这老头不是啥好人吧 不把家里的事情处理清楚了 就在找对象 你是想以后 仨人一块住在这房子里吗 到时候仨人一块 在一个饭桌子上吃饭 尴尬不尴尬 老头想了一想也对 于是壮胆给前妻打电话 让他搬走 可还没说几句 就被骂得狗血淋头 你那东西你啥子咋走啊 我啥子你拿走啊 我干啥拿走啊 你别瞎啊 这不我们家谁家啊 你别管他不要人啊 我告诉你 你没有本人居住的权利 你是不是的 这房子 这房子那是王国那样的 我 不是总统恨到的 哎妈你可拉倒吧 人家欺负你都欺负了一辈子了 还想着农民翻身当主人呢 想多了吧 可别对外说你有房子了 就只是个租货 最后老头还是一人决定要相亲 红娘只能硬个头皮上了 可是还没走出小区门口 就被老头女儿的电话给叫停了 我可不管你家里这乱七八糟的事情 既然你想找老伴 那我就给你找 你家里的事情就自己处理 父大妈六十岁离异 退休金一千六百元有双毛 最主要人家有房子 这不妥了 大妈有房子老头直接倒插门 就再也不怕前期来敲门了 要说老头的婚姻是事故 那大妈的婚姻就算故事了 当初大妈跟前夫可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但是男人总是过不了出轨纳到海 大妈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愣头青 硬是一路调查 当场抓住了这对狗男女 不仅如此还找到了女方丈夫谈判 但是女人做事就是不怎么样 找人家有啥用 狗改不了吃屎 猫改不了偷青 东边不亮西边亮 前夫照样搞对象 最后俩人也是选择了离婚 那大妈这次来相亲 想找啥样的老伴呢 得了咱也别废话了 赶紧见面吧 你别整的啥人都骗 六十来岁说出话来也不会是五十来岁 就你脸上的抬头文说你七十了都有人信 也不知道是老头第一次相亲紧张还是咋的 坐下来啥话也不说 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 一说话就让大妈给整蒙逼了 大姐咱们今天见面了 咱就直接 你管我叫大姐啊 我没跟你叫大姐 我说 人家都跟你叫大姐 你说我这 大姐你们九四岁呢 你管你叫大姐呀 我这叫称呼 我都没法称呼 你们叫大姐大姐 老头你相亲就好好相亲 别给我整那死出 鼻子上长来小豆子 真当自己定了的鼻环 在这当混世魔王呢 唠嗑就好好唠 抬头文上都能加钢缝了 还装什么呢 但是老头就是不停啊 以为这大妈看上自己了 反应吧 我有一个感觉 他对我还是有好感 比方说 你跟他叫大姐 他不乐意 他就说明对你有好感 为什么不乐意说明对你有好感 说明起码来讲 他说明他在乎我 是不是 我的感觉就这么 我的个天啊 今天早上出门 是不是脑子被了一踢了 是谁给你的自信呢 就你长了那样子吧 还天真的以为人家看上你了 就你这一身打烂 一点都不注重乡亲 大妈就差把你当成流浪汉 打扫出门了 那人家是谁呢 不到一米六的混世魔王老里头呢 二话不说 直接就会看上自己了没 你看看让咱大妈尴尬的 只能笑笑给你答案 但是就这样老头还是不相信啊 总感觉自己的魅力 已经让大妈给征服了 就是因为害羞才不给自己回答 我就那闷了 老头不仅仅是个仔啊 你这情商也的啊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没看上你 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呢 但是这还不算太过分的 过分的在后面呢 大爷说第一句话 瞬间能让在座的各位三官掉一叠 我的妈老头你害臊不害臊 就你说的这句话 你闺女听见都替你害臊 脑子是真被驴踢了 啥事都能问出来 大妈没当场给你翻脸 都是大妈素质高 我都怀疑你前妻打你太少了 让你还在这这么变态 就你这样说话 我感觉遇上个脾气不好的大妈 早就让你脸上挠开花了 以后出门找个胶带把嘴给沾上 你不说的时候 比说流氓话的时候帅多了 你咋能直接问大姐 是能不能迎过夫妻生活的吗 你觉得你这么问大姐 你猫不猫谁 你俩见天一面 你可以表达说 我在掌握我有这方面的需求 这正常 但是你直接问大姐 说你能不能 满足我这方面的需求 这是啥呀 你现在想想 是 我随便说话 不可以还 没有那么婉转 你这不是说话不会婉转 是你压根就不会说话 就你这说话态度 我劝你以后少说话 毕竟这么大年纪了 让相亲对象追着打多没面子啊 最后大妈已是婉颜拒绝了老头 在这里我要好好劝老头 咱别去相亲了 就你这样的 再相亲几次也成不了 本期视频宣布相亲失败 好了 我是爱解说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